好啦,這個很久沒有見到大家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好好練習程式啊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的反應 看起來就是不知道有沒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先看這節課 這節課我們要做的挑戰其實是蠻大的 上一節課我們已經學到說 怎麼樣把數據 我們講的那種數據叫直式數據 就是有一筆什麼然後它value多少 一筆什麼value多少 然後把它改成橫式數據 那這種改法蠻常見的 因為有很多數據記錄成橫式實在是太浪費空間了 但是橫式才是我們平常要用的 所以熟悉這種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要學的是另外一個更具挑戰性的東西 就是我有沒有辦法把 就是設置一些複雜的規則 然後把這個特殊的這個案例把它挑出來 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首先先從簡單的規則開始 好不好 免得把大家嚇到 一開始第一小節這個 大家應該基本上都是要會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一開始拿到一筆資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檢查一下 有沒有一些錯誤的數據 需要我們把它篩出來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 什麼叫錯誤的數據咧 錯誤的數據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些 這邊有一些 就是大致上 人家歸類出來的六種錯誤啦 那假如說像重複的數據 我們已經會刪了嘛對不對 那這個不正確的數據 不準確的數據 不準確的數據 不準確的數據我們很難去發現啦 這樣子 那不正確的數據 你應該要為每一個 Variable來設一個range啊 什麼之類的 好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我們怎麼樣 用我們的 R元 然後把這些 這個 就是把這些錯誤給它抓出來 這就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會帶大家做一些範例啦 好不好 好來 首先先把檔案讀進來 好這個檔案 我們放來lesson 6 好讀進來以後 你會發現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非常的正常嘛 對不對 好我可以跟大家講啊 就是大家在R元裡面 你可以打開這個 這個file 這個file 你如果打開的話 你會發現它長得有點像這個樣子 這是它原始檔的樣子 雖然你在Excel打開的時候 它是一個表格的樣子 對不對 我如果今天想要把8月8號 8月32號 就要說我把它存下來 然後我再讀一次 看到了嗎 這邊是不是變8月32了 8月32顯然是有問題的嘛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就是 我們現在啊 如果去問這個 Data這個東西 它的class 就是我 Data裡面鎖引Data 然後問它的class 它回答我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factor factor是一個因子 對不對 因子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因為它要嘛就是文字 要嘛就是什麼 對不對 好那不重要啦 反正我們把它轉換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啊 就是在日期 日期這邊 我們要介紹一個新的這個 新的物件屬性 叫Data 我們可以強迫啊 這個 這個因子向量 把它強迫它改成Data 並且把它覆蓋回去 本來的Data裡面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如果打下這一行的話 你會注意到什麼 我們再看一次Data 是不是這個已經被改成Data的標準格式了 啊這個為什麼會被改成NA 為什麼 也沒有832號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哪些日期有誤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這種方法把它找出來 我找出 這個NA的地方在哪裡 這樣是不是就是 告訴我說 它的日期是有錯的 清 前線去檢查 這一筆數據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這邊說如果我現在有 1月5號當然沒有問題 9月31 2月29 2月29 每4年只會出現一次嘛 如果你用AdState這個函數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 中間這兩筆是錯的 前面這兩筆是對的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 所以這個AdState這個函數應該蠻方便的嘛 不然我們還要去記 哪一年的2月29是有問題的 這實在太麻煩了對不對 而且有些月份 它是30天 有些月份31天 這個也很麻煩 對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 有問題的找出來 我們需要用到這個函數 叫IsNA IsNA這個函數啊 IsNA這個函數 我們先把它用在這個 TestDate上面 你可以看到 IsNA這個函數 它回傳給我們是什麼呢 哪些是NA NA的地方它就會打True 沒有NA的地方它就會打False 所以IsNA我們把它填到我們的Dataset裡面 我們把它填到我們的Dataset裡面 我們再看是我們的Data 欸它是不是就告訴我這一筆是NA 代表這一筆是有問題的 這樣可以嗎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NA就代表它沒有辦法轉換成日期啊 那一定是存在某些問題嘛 格式錯誤等等 這樣子的話 你打 欸你把 你用索引函數 把這個 RoneData等於True的地方把它抓出來 那這樣子是不是我就可以抓到 欸第二筆是有問題的 請 請 請那個 其他人去修正那個第二筆這個數據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就 這樣我們就可以了解啦 就是 欸這個 就是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去抓出錯誤的數據 這是第一種 也就是把日期的錯誤給抓出來 好那日期的錯誤給抓出來啊 我們 呃我們以後寫程式碼的時候 希望大家按照這種方法寫喔 也就是 警號 警號是註解的意思 警號 ReadData代表 欸我這裡是在ReadData 那我這裡咧 我可以設一下警號 RuleOne 那可能是Date DateCheck 然後我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運算 那這樣子的話 欸請你按照這種格式 之後往下 那你在Check完之後啊 就來說 我們如果要 找出錯誤的 我們通常用這行程式碼 但是我們平常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是不需要執行這行的 對吧 所以說 這樣子的話你的 語法就會非常的有邏輯 非常有規則 別人要讀的話 也會比較好讀 所以以後啊 我們寫程式碼開始 我們現在第六節課了嘛 對不對 我們從現在開始寫程式碼 我們必須按照這個 就是我們規定好的Rule去寫 那這樣子的話 你把你的程式碼 丟給你的同學看 你的同學看得懂 你在寫什麼啊 不然每個人都 寫的那個Y7扭8的 什麼大括號 小括號 那個 我看你們常常 寫那個 就是寫那個語法啊 就一個回圈裡面 有大括號嘛 大括號裡面 又包小括號 又包大括號 然後全部寫在同一行裡面 那幾乎不可 幾乎超級難閱讀啊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還有沒有什麼 這個就是 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做一些其他檢查 好那個 這個Stage啊 Stage它 只能夠 介於1到5之間 Stage這可能是一個 這是一個 CKD的區別 它總共5個 所以它只能夠介於1到5之間 所以如果我使用 我們 接個 TrickStage 好我們現在故意啊 我們現在故意把其中一筆 Stage 把它故意改成 假如說 呃這個 欸 Stage這裡 好我們故意把這個Stage改成7好了 第三筆的Stage改成7 這樣就顯然有問題嘛 對不對 我們再試一次 好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的RoneStage 好你是不是看到這裡 它就說 欸這裡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不屬於1到5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 它還可以拿來做 它是否屬於1到5裡面 前面的東西是否出現在1到5 然後你給它一個驚嘆號 代表這個 欸不屬於的給它True 然後屬於的給它Force 對吧 可以接受這一行指令的意思喔 好我們再來做一個比較 再來做一個最後一個 只剩一個東西要學習囉 也就是學習這個 欸 Check EGFR 好我們希望我們的EGFR 要介於0到150之間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個EGFR 違法的把它抓出來呢 我們需要用到這樣的一個語法 好 我們把EGFR 這個RoneGFR 這是一個新的變項對不對 我們給它一個所影值 這個所影值說 如果 GFR 大於150 或者是小於0的 請給它True 剩下的 來 小於150 同時大於0的 我們給它Force 這樣大概看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是 我利用鎖影 跟這個 我利用這個鎖影的TrueForce 來做一個取代的工作 這樣可以 這樣了解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建構這個 連續變項的Rule 我們把它全部執行下來之後 如果你打下 這個 Data Rone 用GFR等於True 你會發現 好像有很多NA 這個NA不是我要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咧 因為你告訴他 GFR等於True的時候 他不知道 NA是True還Force 所以他就把它顯示出來了 所以我要怎麼樣 把 我們 就是有問題的顯示出來 NA不要顯示出來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用 GFR等於True同時 同時 同時 GFR 不屬於NA 就是他屬於NA是 好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抓出 我們需要的這些部分了 好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可以做 就是 我們不是有學過%&%嗎 好 我們這樣也可以只抓出 這個 就是 是True的 那如果True跟NA都要抓咧 我可以把後面 True C括號NA 這樣子我就會得到 诶 True跟NA都有抓到的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這個用法還蠻 蠻好的嘛 對不對 就是說我可以 很清楚的界定 我只要True的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 就是要給大家練習的時間 這個練習也非常簡單 就是 我們要設置 我們要 首先你要先Repeat我剛剛的Walk 那Repeat完我剛剛的Walk之後 這個 請你這個 請你 額外再加兩個弱 但是要用我的語法寫 我們等一下會一個一個去檢查 你是不是照著這個寫啊 請不要偷懶啊 好不好 這個 寫註解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 第一個 請你選一個生化值 我們就選這個 假設說MCV好了 MCV的正常值 介於60到100之間 如果不在這個範圍 很有可能就是有問題 這樣子 請你把MCV 有這個 有這個 有問題的把它抓出來 第二個是 請你檢查Stage 跟GFR之間的關係 是否有錯誤 欸 GFR它90以上是1 60到90是2 30到60是3 15到34 15以下是5 那我們要看看這一個 他們兩者的關係 是否有錯誤 你可以想一下 要怎麼去檢查 同時有兩個變相 要做一個 就是條件 我怎麼樣寫出一個好的 rule 然後來檢查一下 這個Stage 跟這個GFR的關係 是否有差 是否有 有誤這樣子 好 那如果你發現Data 都是正確的 請你在這裡 你在這裡可以把你的file 你故意把你的Data 做一個改變 那這樣子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規則 是否是正確的 對不對 好 我們給大家做一下 好 我看了一下 就是 可能真的 大概三個禮拜 沒有上課了嘛 就是大家需要一些復健 好不好 那這個 呃 我們第一個 部分應該不是很難啊 如果你已經寫到這個份上了 對不對 那 接著你想要去檢查 這個Raw4 然後 你就把GFR 跟完全一樣的東西嘛 對不對 好 Check MCV 那我們只要把 GFR 改 MCV 150 改成100 0 改成60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出現一個 新的 新的一個變相啊 全部執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Raw4 MCV 那我們可以來 檢查一下這個 Raw4 MCV 是True的 然後我們來檢查他的MCV嘛 好 這些是不是就是有問題的 欸 看起來的確是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是超過100一點點的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59的 所以這個看起來 這個是不是 就透過這個方式 就修改這個EGF 這個部分 就可以解決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另外一個 方法 就是Check這個Stage 跟EGF 的關係 好 這個如果我們硬是要寫規則的話 會非常的複雜 因為 主要說我要Check說 欸 If這個 我當然可以這麼寫啦 好不好 來 Data Wrong 好 Wrong Relationship Wrong Relationship 然後它是什麼勒 如果 Data MDRD GFR 它大於 90 同時 它的 它的Stage 它不等於1 好那這樣子的話 它是不是就是 這樣子的話 它是不是就是這個 呃就是 True 這個是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好然後接著咧 接著我是不是可以寫非常多 類似相關的條件 然後把True把它抓出來 好 我接著可以把 非常多就是 相關的條件 覺得說 它 如果它 如果它這個 呃小於等於90 同時 同時 它 這個 大於60 但是啊 它的Stage不等於2 那我就把它另True嘛 對不對 好可是這樣子 我全部都 搞了半天之後 我們會發現什麼事 欸它只有 它只有True沒有False嘛 對不對 False False是不是非常難打 我的False就是要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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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 然後這樣才是False 對吧 這樣是不是會非常長一串 所以有一個方法 是我可以先 命令 所有的Relationship 通通都是False 我先命令它都是False 然後我再來打這些規則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找到 呃 因為這樣子是True的 就會比較少見了嘛 對不對 剩下都沒有填False 好可是這樣做又有什麼問題 這樣做又出現了一個問題 那假設有人 GFR它是Na 那是不是 就被我填入了False 那我有沒有什麼方法 把GFR是Na的 填入這個Na 那 它不符合 它符合規定的填False 它不符合規定的填True 這樣是不是有點難 是不是很難想 好我們來想 給大家一個 其他idea 這個idea是這樣子 欸那我們可以自己先產生一個 新的Stage 對不對 好我們來產生一個新的Stage 這個新的Stage 我用複字貼上了 好不好 就是我們可以啊 我們可以先 產生一個東西叫MyStage 這個MyStage 當它的GFR 大於等於90的時候 我就設1 那 大於等於60 小於90 我就設2 依此類推下去 我可以設True跟False 我當然可以設12345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設完12345之後 我再檢查 這個RoneStage 等於 MyStage 它不等於Stage的地方 那就是有問題的地方了嘛 對不對 好我透過這樣的方式找到的話 我透過這樣的方式找到的話 我現在來確定一下 這個RoneStage RoneStage 它 這樣子的話 它總共有哪些咧 喔一筆都沒有 那如果我這邊寫等於等於 它是不是NA的就出來了 因為有很多NA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我不要寫 我把NA的抓出來 這邊是不是就是NA的 你看 欸這裡是NA 而它的RoneStage RoneStage 欸RoneStage在哪裡 RoneStage 你看這裡是不是也是NA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我透過 先產生 這兩種方法 都可以去Check它的Relationship喔 但是 我透過 先產生一個新的變相 然後再 把這個新的變相 跟舊的變相 做一個這個 就是 是否完全相等 就是 等於說 我重新Check 重新 寫了一條Rule喔 然後去Check 原來的規則 跟新的規則 有沒有差別 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比較聰明一點 比起前面這個 下面這個應該是聰明蠻多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而且 如果說又有更複雜的規則 我都可以用下面這樣的方式去滿足 好 我們給大家 兩分鐘的時間 稍微 看了一下答案之後 再做一下好不好 這邊應該是一定要會的 好 我們接下來要挑戰一個 比較複雜的規則啦 這個規則 這個 這個規則就是大家 可以從一種欣賞的角度啊 就是告訴我們說 欸其實也可以寫出這麼複雜的規則 好不好 這個 如果是不會 如果有人學會 我們是非常高興啊 如果不會的話 你可以再多看幾次 然後某一天你就會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啊 就是 我們剛剛的這個資料 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 我先把下面都刪掉啦 好 他是不是有 這個病人有時間 有病人有時間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假設 我們現在是一個就是 保險申報單位好了 這個是 醫院要上傳他的資料 要申報這個 就是我們的 要跟我們拿錢這樣 跟健保機拿錢 那這個 這也就是規定啊 這個病人啊 三個月只能夠申報一次 如果他三個月 申報超過一次 那這個 可能有福報的感覺 這樣子 我就要把它刪掉 那我們首先 要先找出哪些人有福報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哪些人有福報 我要找的是什麼 是不是 就是日期間隔 日期間隔 日期間隔超過三個月的 好 我們現在好好想想 我們要怎麼做好不好 在我們拍之前 我們好好想想 我們要怎麼做好不好 如果有個病人 他有這個 1月1號 然後2月32 2月29 28 然後 7月 7月30 好 這樣這個病人有個問題 有問題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間隔 這個間隔不行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計算他日期的間隔 對不對 那計算好日期間隔之後 我們就去檢查 首先先計算 1 先計算日期間隔 日期間隔 好 2 檢查 檢查日期間隔 是否大於 是否全部都大於90 那如果 如果全部都大於90 有任一筆 小於90 就要把它抓出來 這樣可以吧 有任一筆 小於90 就要把它抓出來 那我們現在 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先抓病例號 我們先抓病例號這樣好不好 什麼叫抓病例號咧 就是 我們先不要說哪一筆有問題 哪一筆有問題 這很複雜 等一下我們會做哪一筆有問題 什麼叫哪一筆有問題咧 舉例來說它有一個連續的序列 我們來看一下 1月1號 然後3月21 這個是不行的對不對 4月 4月5號 這裡的間隔 小於90 這裡的間隔 也小於90 可是你把這一筆刪掉之後 這兩筆就合法了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 所以說 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 第三節要做的 好不好 我們現在先做一件事 我們把這種人挑出來 這樣可以吧 把這種人挑出來就好了 那這樣子我們要怎麼做咧 欸 用我們剛剛這個方法來做 好不好 這個先不要想喔 這個部分先不要想 這個部分 第三小節才做 我們現在第二小節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已經 想到就是要用這種方法的話 我們首先 按照我們之前學回圈的經歷 回圈都是可以做的嘛 對不對 我們首先一定要先把病例號這個東西 把它 就是存在外面 不然的話 就是 不然的話一定這個 一定會有問題 一定就是 就是 不然的話我就根本不知道 我現在在做誰嘛 對不對 我們要把它 開一個新的東西存它 第二個是我要知道 我是不是要知道病人有幾個 病人有幾個 在哪 要有幾個病人 然後有哪些病人嗎 對不對 幾個病人哪些病人要怎麼求 有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的 這筆資料 幾個病人哪些病人要怎麼求 這筆資料 幾個病人哪些病人要怎麼求 大家都沒有idea嗎 欸那個factor跟levels 跟那個lens的組合啊 可以嗎 我們直接對這一個 培訓這裡 直接下levels跟 這個levels跟 lens的組合 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有哪些病人 並且有幾個病人 這樣可以嗎 好 但是啊 它的這個class是integer 所以說 我們先 先把它變成factor 再把它 先把它變成factor 之後再levels 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的endlens 我們的patient 有這個 2300多個 我們的levels patient 這就是我們 不同病人 的這個 病例號 對不對 我這邊當然我是用編號 不是用病例號 不過 大家知道 我們透過這種方法 就可以得到這個 就是 levels patient 跟unpatient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啊 我們剛剛不是說 我們要先 我們要開一個新的項量 去記錄結果 所以我們先repeat na unpatient次 這樣子等一下 這個病人有問題 我們就給他填true 沒有問題 我們就給他填false 類似這個樣子 可以吧 好那我們啊 要寫回圈之前 我們之前不是都教過嗎 我們都是I等於1的時候開始 反正I等於1可以做 我們後面就可以把整包程式碼 包成I回圈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先做I等於1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先抓出第一個病人的資料 第一個病人的資料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病人的資料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這兩筆間隔太近了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去 計算日期間隔 來 計算日期間隔 我們要想啊 要怎麼算 來現在問題已經只剩下這個樣子了 這個subdata之下 我們要怎麼計算日期間隔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提供一下想法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No idea 來這念幾個學妹看的蠻厲害的 你等一下也講得出來吧 真的講不出來 我看你練習題寫的狀況好像還可以啊 真的嗎 想不出 欸那我們 那我們先想一下 這個日期間隔 以這個病人來講 他有幾個日期間隔 他總共有三筆 但是他應該有兩個間隔 對不對 可以接受 他有兩個間隔 這個數字怎麼出來的 是不是 3-2 3-1 對吧 那3怎麼出來的 3要用什麼函數把它叫出來 我們不能用眼睛看啊 對不對 所以3要怎麼說出來 是不是有函數叫NRAW 我們可以去計算他的 RAW的那個數目對吧 NRAW 那我們可不可以產生一個空的向量 比如說 我們一樣 ID 這個NRA2次 那是不是產生一個空的向量 然後在這個空的向量再讓他填數字 怎麼填呢 第二筆-第一筆填到第一個 第三筆-第二筆填到第二個 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用 又可以用回圈去把它包起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好不好 好 這個是標準的做法 首先我們先 我們先把 Lens這個Date 把它 NDate 這樣NDate的數目是不是三筆 那如果 NDate大於1 我才要做喔 如果NDate 它沒有 它如果只有一筆的話 我當然就不用刪它嘛 對不對 這個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好 它如果兩筆以上的話 我的Diff等於 Repeat NA NDate-一次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 NA 兩個 好接著 K 從1到NDate-1 那 K等於1的時候 第一筆Diff等於 第二筆Date 減掉 第一筆Dat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我們現在來執行一下這個回圈 先 我首先 我要先把Date Data裡面的Date 把它改成S 這個 這個符號跟等於意思是一樣的 在R裡面意思是一樣的 好我全部把它 全部把它執行完之後看Diff 它是不是38跟1493 好這是不是我要的東西 沒有錯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我要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 迴圈 我們應該都會寫嘛 對不對 你如果 仔細想的話 就是應該會覺得 它不是太難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那我們 其實有一個函數 叫Diff 可以得到完全一樣的結果 也就是我們把這邊 全部刪掉 把它改 Diff Subdata裡面的Date 好這樣我們可以取得的東西 是完全一樣的 這個Diff 就是38跟1493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個38跟1493 我們要怎麼樣去運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有日期間隔了 我們要檢查它是否大於90 是否大於90要怎麼做 這個直接把它Diff 大於90 這樣是不是就出來了 Diff大於90 好 那我們要檢查 裡面是不是全部都true 怎麼檢查裡面 是不是全部都true 它現在顯然是有問題嘛 因為它有一筆 沒有大於90嘛 對不對 我要怎麼檢查 是否全部都大於90 想一下 給一點 我們要檢查 我們再給一點提示 我們快個描述 我們要檢查 後面這一個邏輯像這樣 這一堆東西裡面 有沒有force存在 對不對 我們要檢查後面一堆東西 有沒有什麼存在 有什麼配用 我們應該有學過啊 好 這是這樣的 剛剛有 我聽到有人講話 然後正確答案 對啊 %0% 對不對 前面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那我們就可以把force 擺前面 對不對 force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那一包裡面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嫌這樣子 來 force %0% 這樣 它如果是true 它如果是force呢 欸force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要括號 它如果是true就代表這個人有問題嘛 對吧 它如果是 這個 它如果是這個 就是 它如果是這個 呃 true 它如果是force的話 就代表 後面完全沒有force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欸這個 可以接受嗎 喔我們是先把這個東西寫成check 我們是用小於90的這裡啦 好不好 我們是用小於90的方法去做的 那小於90 小於90 如果說true 這個 這個只是方向是 方向是不一樣的 我上課講義寫的跟我剛剛描述的方向 只是不一樣 也就是我把這裡的 大於改成小於 然後force改成true 就這樣而已 剩下都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嗎 好那接著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的結果 把它填入xi裡面嘛 為什麼 因為xi xi 是不是我們要記錄 這個人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這個人 他的date 只有一筆 那他的xi 當然就等於force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一串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回圈指令 裡面要包的整包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要怎麼包回圈 來for itom多少到多少 1到n.patient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然後大括號 把這一大包 全部包進來 執行 好要執行正值對不對 你如果 嫌太慢 你想要進度條的話 你就可以去增加進度條 這樣可以吧 好進度條應該不會太難加啦 我這邊就不加了 好那我出來的這個結果 是一堆true跟force 我是不是只要把 levels patient 然後用x當他的鎖影值 這樣子抓出來 true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 這個幾個病人 是不是就是有問題的 1號這個病人是有問題的 對吧 1號這個病人 我們發現 有問題的病人實在太多了 有1000多個 所以說 我們找沒有問題的病人出來好不好 我們來看 沒有問題的病人 是不是在x前面打個金燙號 就我可以把tue跟force調換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10號13號17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來真的把他的data 我們把他抓出來看看好不好 data裡面patient 等於等於 剛剛講10號是沒有問題的 10號只有一筆當然沒有問題 13號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他兩筆是符合規定的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好啊然後如果 我們要怎麼把他寫回本來的資料裡面 因為這些人是有問題的嘛對不對 這些人是有問題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 產生一個新變相 這個新變相就是說 如果你的病人 有在後面出現 那我就把他當做是 我就把他當做是 我就把他當做是 ROM的dataInterval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ROM的dataInterval 你看第一個病人他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這裡是不是都被我填true了 至於他是那一筆有問題 這個我們先不談好不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 第三個小節我們再來練習這件事情 好我們 大概 我們想做的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好不好 那我們給大家一些 練習的機會 各位首先請你先重複一次我剛剛的過程 你大概要花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ROM過我剛剛的過程 試著想一下 我剛剛在做什麼好不好 先產生 先知道有幾個病人嘛對不對 幾個病人哪些病人 然後寫一個 你找一個病人來當範例 就I.E的時候開始當範例 當範例開始做的時候 接著要先抓出日期間隔 再去檢查 是否有大於90或小於90的 那接著去檢查 是否有任意比小於90 那接著 是不是我把答案填到那個X裡面 然後最後用X當縮影值 把這個病人的狀況 把哪些病人有問題把它抓出來 最後填進那個資料裡面 好我們先重複一下這個過程 並且請你檢查依據GFR的變化量 如果這個GFR的變化量 它平均一個月變化超過2 那代表可能是我控制的很不好 我把它控制的很不好 那這樣子就是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病人 我們把它抓出來 就代表這個病人我們要再加強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這一題的關鍵就是 是 我們啦 我們剛剛已經寫到這裡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先把它 我們先把這個回圈拆開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 你在回圈裡面寫喔 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沒有幾 很熟練的人才有可能做到啦 好不好 所以我們一樣啊 因為我們通常寫程式都習慣一行行做嘛 所以我們一樣要I等於1的時候開始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一樣 我們先執行到這一行 執行到這一行以後 這個Subdata 是不是 就是 就長這個的樣子 對吧 好那接著 undate這個一樣嘛 對不對 那undate大於以後才要開始做 對吧 好那同樣的 date算出來之後 這個dif是 幾天的天數的差異嘛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求得 GFR的dif呢 是不是也是這樣 mdrd.gfr 這個dif我們給他一個新的名字叫difgfr 這個difgfr 他是不是-3-5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3-5 那這個-3-5啊 他是不是要 除以-3-5 這個等於slope嘛 對不對 除以這個以後 那還要呢 還要乘以30對吧 因為 除以他的話是除以日斜率 日斜率我要乘以30 這才是月斜率嘛 這樣可以接受 因為這個dif 這個dif 這個dif是日嘛 對不對 日斜率我要乘以30才是月斜率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直接按下這盤roll之後 他會發現 欸這不能做 為什麼不能做 問題出在哪裡 這盤運算為什麼不能做 如果你仔細看他的警告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除法後面的這個東西 第二個argument 他不可以是diftime的object 什麼意思欸 如果你答對class 你會發現 欸這是一個我沒看過的屬性 叫diftime對不對 所以請你把它 as numeric 這樣子你得到這個slope 是不是就是 每日月變化量了 那月變化量超過2的話 我就要把它 就是抓出來 那我怎麼檢查他月變化量超過2呢 有一個函數叫 欸我們先不要講函數好了 我們是不是 首先我們要這個小於2 或者是大於2 小於2或小於負2或大於負2 是不是就是我要抓出來的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打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這個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 就是不要那麼麻煩 假如說絕對值要怎麼球啊 有沒有想法 絕對值怎麼球 我們有沒有教過絕對值怎麼球 沒有 沒有 阿你想不到要怎麼球 這平方在開根號會不會 應該會吧 好吧 slope 平方 平方完 3 是否大於4 這樣也可以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 不喜歡這樣打 你喜歡開根號 sqrt 大A2 這樣也可以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或者是 當然是有取決對值的函數啦 這邊有個叫ABS的函數 abs 好這樣可以嗎 好 好 所以阿 透過這幾種方式 你都可以把這個 check 好 check 這裡 我這裡是不是有寫 check 就變成了 slope 或者大A2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 我是不是就可以 把全部的部分都做完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 如果 true 存在的話 就代表他有問題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我下面是不是完全一樣 接著我只是把 欸 規則全部打包起來 4 i in 1到多少 n.patient 全部打包起來 好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加進度條的話 我就只是在這裡加 這裡 把進度條加上去而已 好這樣可以吧 這應該 沒有那麼難吧 對不對 他主要難的地方 是在這一行 我需要把 DiffData轉成數值 如果不轉成數值的話 他是不可 就是他就沒有辦法相處 這樣可以吧 就是 DiffTime是沒有辦法跟 Numeric去除的這樣 好那我現在來看一下 呃我們第三角節 這第三角節就真的複雜了 這第三角節 我們不想求你這個 不想求你這個今天學會啦 好不好 但是我只是先示範一下 這個 呃 這個 我們要做什麼事咧 來看一下 我們要做這件事嘛 好 這裡小於90 這裡小於90 但是 這裡 大於90對吧 所以第一筆跟第三筆是合法的 我要把中間抓出來 這筆Delete掉 好什麼意思咧 就是 舉來說 你可以把第二節的 第二節的這個 第二小節的這個就是 工作 當作是健保署的工作 健保署可以把 有問題的病人挑出來 就直接把醫院的資料全部都刪掉了 說你這個病人有福報 這個病人有福報 他就直接刪掉了 那你在醫院你要怎麼改數據呢 那你就要上傳一些 這個被刪掉之後的結果嘛 對不對 第一筆跟第三筆可以留下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怎麼把這種抓出來咧 我們來想想看要怎麼做 很簡單 就是 第一筆 每一個人的第一筆 絕對是正確的嘛 對不對 每個人的第一筆絕對是可以報的 這樣沒有問題 那每個人第一筆報完之後 這個是OK的 這個先BOSS 那第二筆 第二筆要比誰 第二筆要比 上一筆FORCE的 對吧 所以第二筆 如果我發現它是有問題的 我打TRUE 第三筆要 第三筆要跟誰比 上一筆FORCE的比 所以我一直都是跟上一筆FORCE的比 我不是跟上一筆比 我是跟上一筆FORCE的比 這樣可以了解我在說什麼嗎 可以接受嗎 我是比上一個FORCE的 不是比上一筆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要怎麼做咧 首先我先把FORCE 第一筆先定好 我第一筆一定是FORCE 接著我找出哪些日子是FORCE的 日子是FORCE的就是 我哪些是可以申報的 那接著 我就把最後一筆FORCE的抓出來 然後跟最後一筆FORCE的相減 之後再檢查這個東西是否大於90 如果是的話 我就填FORCE進去 這一筆也可以 否則我就填TRUE 跳過這一筆 好 我們了解了整個流程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抓出來 我們先全部把它取消掉 到這裡為止 好 你現在看 我們首先先把ROM DATE INTERVAL 先全部給它填入NA 填入NA了以後呢 我們先把第123個人把它抓出來看看 好 好這個第123個人 這一筆跟這一筆 太近了對吧 可是第一筆跟第三筆又可以用 對吧 那這一筆又不能用 這一筆也不能用 這一筆又可以用了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我故意挑個CASE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CASE我們要好好處理 好我們怎麼處理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筆絕對是正確的嘛 那我怎麼把第一筆絕對是正確填進去 雙重索引 我這樣弄下來的時候 是不是 全部都是NA 我把這些NA裡面的第一筆 把它先填入FORCE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先把這筆蓋起來 這筆是 這個是我們到時候要檢查的時候要用的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狀況 是不是 這一筆已經被我填入FORCE了 剩下我要一個一個慢慢存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我們來看喔 好我們首先啊 一樣我們先把這個 我們先把N date 把它抓出來 也就是 N date 如果N date 是大於2我們才要做事情吧 如果N date小於2 我們是不做事的 然後我們從K點2開始做 K點2做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咧 首先我們先 我們一行行 我們先把它貼過來 然後一行行看好不好 來 首先我們這一行是把什麼咧 Rong date等於FORCE Rong date等於FORCE的把它抓出來 Rong date等於FORCE 並且這個 呃 patient 是這個 是第1個patient 把它抓出來 然後把它的DATE抓出來 這是 所有 正在 是FORCE的DATE FORCE就是我要申報的DATE 然後我把FORCE DATE裡面的 最後一筆抓出來 也就是我FORCE DATE裡面的最後一筆 就是FORCE DATE 然後鎖引它的長度 那這樣就是把它最後一筆抓出來 這就是LESS DATE LESS DATE LESS DATE抓出來之後呢 我們把 所以當前的K比DATE 減掉LESS DATE 這就是我當前的DIF 對不對 我當前的DIF 如果小於90 如果小於90 就代表 它 有問題 我就要填True 否則反之我就要填FORCE 這樣子填完之後 我們再看是它 欸你看到第二筆是不是填True了 好那K等於3我們再做一次 欸是不是FORCE K等於4呢 True K等於5呢 第五筆也不能爆嘛對不對 第六筆是不是又可以爆了 欸這樣 這樣大家看懂了嗎 知道我整個邏輯嗎 這個程式碼比較複雜齁 我們把它展開來看 就是 我要找出 某一個patient的 DATE Interval是FORCE的 但是它不是NA的 我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以後 找出最後一筆日期 最後一筆日期 再用當前的日期 K筆日期 減掉最後一筆日期 得到一個DIF DATE 接著再問 DIF DATE 是否小於90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把它整理出來 好 那這個K回圈 我是不是就可以打包 FORCE K從多少呢 2到N.DATE 那我這樣這裡 是不是全部可以把它打包起來了 好這樣子的話 我全部執行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這個病人是不是就被我填完了 FORCE的地方 才是我可以申報的日期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後面也沒有那麼難的 那我就可以把 I回圈 直接把它打包起來啊 I 贏到多少 N.patien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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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大於2 他才可以做對不對 if endate大於 大於等於2 我才可以執行這個回圈 好我是怎麼一步一步把它展開的 你要知道喔 我是怎麼一步一步把它展開的 好這個 這個語法要 要做非常非常久啊 就是 這個 需要一個進度條 我們把進度條把它抓出來好了 好這個要算很久 但是大家知道我是怎麼做的了吧 這樣可以吧 我首先 我先找出 哪些地方是有申報的 然後找出他的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找到之後 把當前的日期剪掉 有申報的最後一筆 相剪 然後並且把他這個結果 相剪的結果小於90把它填進去 那如果是 如果是這個 如果他有小於90的話 這個就是要刪掉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 我們來把這個 還給大家 大家坐下這裡 並且 哎 練習把剛剛的這個 改成GFR的推廣量 哎的變化量 這個GFR的變化量 他如果 這一筆跟上一筆 斜率超過2 我們就懷疑他可能是 正在住院 那一筆資料可能是有問題的 他可能是住院中的資料 那住院中的資料 我們就要把它刪掉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哎他這一筆跟這一筆 他如果突然 GFR的變化量 有這樣的狀況 主要說這一筆 突然這樣上 哎 那這一筆是不是就要被刪除 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子 這裡的斜率就是正常的 因為這個東西變化量 主要說我們可能知道 他不可能超過多少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給大家做一個練習啦 好不好 好那 哎剛剛這個 我想應該是真的蠻難的啦 啊難沒有關係啊 我們要怎麼解 我們要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樣 我們Base on這個語法 然後把GFR的變化量改出來 這個 你需要的就是 把回圈拆開嘛對不對 因為 在回圈裡面做 呃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把回圈拆開 i等於 我們一樣i等於123 然後再 先做這個病人好不好 那一樣 你看到 放到這裡的時候 你現在把這個病人 RAW GFR Interval 我們把這邊改GFR 等於FALSE 那你先來看一下這個病人 好這個 哎 哦這個 是RAW GFR Interval 我們把他貼在下面檢查 哦這裡先填 先填 先填 然後 我們現在看一下 第一筆是不是FALSE 剩下是不是都是 現在目前是不是都是NA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先檢查 他是否 他的NDATE是否大於2 如果大於2的話 我們這裡一樣先把 K把他打包出來 K等於2 好 K等於2的時候 我們先把FALSE DATE抓出來 這個FALSE DATE 這個是不是上一筆 然後我們LAST DATE呢 就是上一筆嘛 然後我們再把 FALSE的GFR 和LAST的GFR 把它抓出來 FALSE的 GFR 好 這樣我抓出來了 是不是 在這裡 FALSE的GFR 然後這個 LAST的GFR 好 這樣是不是 我又拿到了 最後一筆的GFR 然後接著呢 欸 DIF DATE DIF DATE在這裡嘛 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44天嘛 對不對 那 DIF GFR 他就等於 欸 這一個 好 他就等於 這一個 當前的GFR 減掉上一筆 GFR 好 這是不是 -1.8 那我們把兩個相處嘛 對不對 Slope 等於 這個 除以 DIF 再乘以30 啊不過 當然是不能直接除啦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DIF 你要把它 as numeric嘛 好 你得到這個Slope之後 你就可以去檢查 這個Slope ABS 這個Slope 它是否 大於2 它如果大於2 我就要把它刪掉 這樣可以吧 好 好我們把它全部執行一次 你會看到 欸 這一筆是不是FOR 這一筆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把K回圈 打包起來 FOR K 從多少呢 2 到 N.DATE 全部執行一次 好 看這個變成 這一筆是有問題的 這一筆是有問題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MDRDGFR好不好 這一筆為什麼有問題 哦 他 突然間 真的是 一個月之內就降了 降了2對不對 看起來的確是有問題 那在這裡呢 欸 突然也是 幾天之內就降了3 所以感覺起來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 這個回圈 這個回圈 總共的樣貌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這一串 這一串是不是I回圈 這一串一大串I回圈 把它放到I這裡來 這樣是不是就完成了 好 I等123 這裡都去掉 那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啦 好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最終答案了啦 好不好 我們就不把它跑完了 好那 你可以參考一下在這裡啊 重點就是 先把Date抓出來 然後DiffDate先把它 asNumeric 以後呢 GFR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把他的斜率 把Slope算出來 Slope算出來以後 這個 我們最後就可以有這個 就是 我們最後就可以有這個就是 欸 答案了 這樣可以吧 好 好參考一下我們這邊寫的東西哦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那 有沒有 有 沒有人 有問題的啊 好沒有關係啦 反正 下節課開始會比較簡單一點了 好不好 大家不要放棄 希望 而且會開始比較有趣啦 結果前面六節課 大部分都在做基本訓練 好 我們就上到這裡